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一博画的摩托车特别有风格 首先 轮字是摩托车的重点 从画中可以看出 王一博对于摩托车轮胎还是有很高的要求低 最后 还不忘写上自己的专属号码85 随后 又签上自己的姓名 其实 王一博对于摩托车的热爱 也是在前段时间的摔车事件中曝光 不过 还好这场事故没有对王一博本人造成任何伤害 虽然比赛没有获得名次 不过 王一博的比赛生涯仍然在继续 未播剧值得期待 王一博如今还有多部电视剧未上线播出 而冰与火 想必已经成为粉丝们的期待 毕竟 悬疑题材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粉丝们也是非常期待这部电视剧早日上线播出 综艺发展 而王一博又参加了多档综艺节目 像乐高大师 这就是街舞也已经宣布回归 其实 王一博如今是一个多项发展的艺人 在综艺界是天天向上的常驻嘉宾 王一博的博乐节目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交汇了王一博许多东西 在汪涵与前锋的影响下 王一博也成长了许多 演技认可 当然 演技被导演和观众所认可 王一博在抉择中的演绎 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而且 导演对于王一博的评价也是相当高 傅东宇表示 王一博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演员 虽然有些稚嫩 可是王一博一直在努力 王一博看来 演技得以提升之后 日后也可以提升一下画技 当然了 如果画画技术再提高上来 他的才艺就更全面了 对于王一博画的摩托车 你感觉如何呢